第七十四集 怎么回事?谁在这儿闹事呢? 一群保安拉开人群,走了过来,为首的一个嚣张地说道,一看到陈建波,立刻愣住了,换了一副和气的笑容。 陈建波在学校横行霸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保安队长知道他的背景,惹了他,自己工作就别想干了。 没你们的事啊,走开。 陈建波按了两声喇叭,保安队长挠了挠头皮,就这么走开,肯定会被学生们笑话似。 眼珠子一转,想了个好的借口,招呼手下说道,人太多了,赶不过,我们回去叫人去,走走走。 离开之后,用可怜的眼神朝着叶少阳瞥了一眼,他了口气,这孩子要倒霉了, 但愿别被打成重伤,自己作为保安队长到时候不好收场。 小爷子,怎么办,拼了吗? 小马咬牙说道,我不太会打架,试试吧。 叶少阳说道,什么要不会打? 小马紧张起来,我去,你装了老半天了,别一会儿真被人给打冒烟了,那可就丢人丢打了。 叶少阳摇了摇头,不是,我本是不到家,下手没轻没中的,到时候医药费都不够赔的。 小马听他这么一说,心里还是没底,要论捉鬼相邀,他是一把好手,但是跟人打架。 小马快速思考起来,捉鬼跟打架好像不是一回事。 这货不会捉鬼捉惯了吧,把打架也想成了跟捉鬼一样轻松了吧。 打架们已经冲到了面前,小马来不及多想,对着一个手高个的脸就是一拳。 那人注意力全都在叶少阳的身上,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脸上挨得一级重拳。 当场倒地,其余人一声之下放下叶少阳转身向小马冲去。 小马也不跑,抬头对着叶少阳喊道, 快跑啊,你别管我,报警,让谢警官来救我呀。 叶少阳心中一动,这胖子平时贪财好色的,关键时刻还挺讲义气。 笑着笑,飞身过去,双手握拳,突出中指,啪啪两声, 在两个家伙后脑勺上来了两劲脑崩。 这本是大人打小孩的把戏,很羞辱人的,但是攻击性不强,叶少阳下手也没有多重。 之后发生的事,令围观群众瞠目结舍。 两人当场倒地,捂着脑袋大叫着,在地上打起了滚来。 啪啪,叶少阳冲到小马身边,对着两个打算对他下手的家伙又是两气脑崩。 两人也相继倒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 这一幕惊呆了其余的人,陈剑波也愣住了,随后咆哮起来。 怕什么,你们人多,一起上,堆也堆死他了。 接到命令,其余小弟对着叶少阳一拥而上。 叶少阳也没见展示出什么神功来,只是迈着小碎步在一片全光脚影中奔走, 居然神奇的一下都没被打到,抓住机会就是一个脑崩弹过去。 十多个人陆续倒下,躺在地上各自打着滚,身影成了一片。 叶少阳拍着拍手,一脸无辜的表情看着陈剑波,没有炫耀, 这时说道,我没有撒谎吧,下次多带点人来。 说完,转身看了一眼目瞪口袋的小马。 走吧,回宿舍。 两人并肩而行,场面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默默为他们让路,目瞪口袋的看着这个一身黑灰,穿着破烂的少年。 很多人之前都为他担心,现在才明白过来,担心错对象了。 要说叶少阳展示出十八般无意,铁沙掌打狗棍之类的武林绝血, 打败众人肯定会迎来赞赏欢呼。 但是实际是,他从头到尾只用了一招,脑崩。 就这么生生地把十几个壮男谈得七魂八素,倒地不起。 这荒诞的一幕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接受范围。 卧槽,是武林高手在校园呢。 一个人喃喃自语,最难接受的是陈建波,带了这么多的人来修理叶少阳。 原本是信心满满,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诡异的结局。 关键是叶少阳走之前,看都没看他一眼,也没说什么豪言壮语, 更是让他觉得脸被打得生生作痛。 一咬牙,发动摩托车用六十脉的速度冲向叶少阳撞了过去。 小心啊! 人群中爆出了惊呼声,武功再高,也怕踩刀啊。 你打人厉害,但总不能扛住摩托车撞吧,而且速度这么快,想躲都躲不及。 关键时刻,叶少阳一把推开小马,脚下一挫一蹬,双腿向上弹起。 形成了一个倒挂金钩的姿势,刚好避过了摩托车。 在落地之前,给陈建波来了个脑崩,陈建波疼得大叫了一声,车把意外人被抛了出去。 一头扎起了一颗松鼠淋漓,不动了。 不会死了吧? 小马紧张地说道,叶少阳的心里没底,走过去一看。 陈建波头朝下,双脚朝上,卡在了两个枝崖中间。 动弹不得了,一看叶少阳声音虚弱地骂道。 你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 呦,还能骂人呢?看着没事,走吧。 在众人瞠目结舌的注视下,叶少阳和小马匆匆离去了。 小爷子,你这手功夫牛逼啊,你从哪儿学来的? 远离人群之后,小马立刻问道。 茅山书中的体术,我怕吃苦,只练了几年,不值一提。 叶少阳随口答道,这还不值一提呢? 哦,不是不是,我就纳闷了,你们茅山派不是捉鬼的吗? 怎么还要学功夫? 叶少阳白的体验,边走边解释道。 捉鬼是用不上功夫,但是那些僵尸和妖魔,不是动作民间,就是力打无穷。 你法术再搞,不施展一些功夫,也很难制住他们。 还有一些邪修的法师,多数都是武术家出身,跟他们斗法的时候,武术也是大有用场的。 小马恍然大悟,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哎,小爷子,你跟着瑞女神,谁的法术更强? 叶少阳笑了笑,刚要开口,突然一个少女鞋子里站了出来,张开双臂,挡在面前。 叶少阳愣了一下,定睛看去。 这妹子身穿一套运动服,身材贱美均匀,扎着马尾扁,相貌清秀,是个美女。 但问题是,自己压根就不认识她。 你刚才用的,是封眼拳。 没等叶少阳开口,那美女率先发问。 叶少阳一睁,皱着眉手。 啊,什么? 美女抬起右手,做出脑崩的手心说道。 封眼拳呢?你不要不承认了,我看得清清楚楚。 当年,英女侠就是用的凤眼拳打死的红西冠。 当然,那时候红西冠都九十多岁了,还是被偷袭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 叶少阳摆了摆手。 有事吗? 没事就让让。 小马拉了拉她的胳膊,凑近耳边,悄声说道。 她叫张小蕊,我们学校武术社的社长。 据说空手道黑带三段,还是极端来着,是个无痴。 张小蕊抱着手臂,很高傲地对着叶少阳挪了弄嘴。 刚才你用凤眼拳击败了十三个人,有点水平啊。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武术社? 我让你做凤眼拳的掌门人。 虽然你其貌不扬,只是个搬砖的。 不过本姑娘恢复有真本事的人,不以貌取人。